欢迎大家回到外门大学雅思阅读的课堂 下面呢我们要进行第五讲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习题解答的部分 那么相信大家通过前面第四讲的学习呢 已经知道了如何来做标题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标题题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是怎么用的呢 这里呢给大家选的课后习题分别是 剑7的第二篇练习和剑8的第二篇练习 那我相信呢这两篇练习对大家来说都是完全没有难度的 因为我们之前呢已经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了 下面呢我们在做题之前还是像以往一样 先回顾一下大家的第一思路 第一步呢是要分析段落结构 那我们知道一篇文章呢 它肯定是有一定的逻辑顺序结构的 我们要做的方法呢就是把每一段每一个大段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简单的读一下 可以知道呢它在文章的整体段落中起到什么作用 那知道这个作用之后呢 我们在选标题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了 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通过题干之间的逻辑关系 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 这个呢我们在上一讲也说到过 假如呢前一个段落的标题是后一个段落标题的原因或者结果 它们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呢 那它的前后顺序是可以相对确定的 那用这样的方法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提高答题速度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题目 这里呢这道题很贴心给大家选出了两个example 并且给出了答案分别是sectionA和sectionD 那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解答呢是BC和EF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分别的读一下sectionA和sectionD的答案 然后呢在心里把它放在一个是放在B前面 一个是放在E前面这个位置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另外两段的大致定位出来在哪里 第一段A呢说的是request for improved transport 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提高有这么一个提改进我们的交通的这么一个需求 然后呢D说的是effects of initialMIRTP measures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MIRTP方法呢 它有没有什么一些影响 而且呢是初步实施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把这两个答案呢分别放在A位置和D位置之后呢 再带着这两个答案来回到原文中定位会更方便一点 另外呢因为给标题题呢是不会重复出现的 所以一旦选项中给了这两个答案呢 我们要做的方法就是把它的6和9从我们的答案框里滑掉 然后呢再做其他的题目 这样呢也是相对来说要排除掉两个了 好我们首先看sectionA sectionA呢我们还是按着老方法 那么我们首先呢是读一下sectionA的第一句话 The disappointing results of many conventional rail transport projects in Africa led some experts to rethink the strategy 那我们可以看到读出前半句话呢大概就知道了 它是简单的描述了一下传统的一些道路交通方式 让大家呢觉得非常的失望 然后呢我们向后读跳的读到最后一段这个MIRTP 这个叫做Marketed Integrated Rural Transport Project 这么一个项目呢它在1985年开始 并且呢得到了Swiss Developed Cooperation这个组织的一个支持 当然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读到文章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结构 根本就不需要动脑筋去思考它代表什么意思 只要把它当做一个具体的符号SDC把它当做一个符号就可以向下读了 不需要完全理解文章的意思 这样呢也可以提高大家的解题速度 好那这一部分A段呢它的选项是答案中已经给出的说Request for improved transport 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仔细读一下文章的话就会发现第一段呢第一句呢说的是大家对现在传统的这个交通方式比较失望 然后最后呢就说到了这个MIRTP Project已经实现了 在开始实现中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之前比较失望 现在呢又实现了 就是开始有一个改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需要改变 好我们来看一下Section B Section B呢说的是When the project began 所以呢看第一句话很自然的反应就是 这个项目现在开始实施了 那么我们已经既然有这种需求要进行改变 第二段呢就是这个改变在实施的过程中 然后呢我们再读到第二段的话说的是 Before solutions could be proposed The problems had to be understood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啊这个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呢 可能还遇到了一些问题 在出现解决方案之前呢 首先呢是描述了一下问题 然后呢为了再确定一下呢 我们还可以把后面的后半段部分呢跳读一下 好跳读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在全部的这些答案里选一下 首先呢是排除掉我们已经选过的答案 一个是6一个是9 然后接下来呢在其他读的时候 我们发现二呢是说的是 The main transport problems 那我们知道呢 他主要说的是MIRTP这个项目 在整个实施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交通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好的定位词 然后选完二之后呢 我们再把其他的几个选项看一下 有没有类似的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 类似的选项可能会迷惑我们 好像我们找了一下并没有其他的选项会迷惑我们 这里呢只有二选项说的是 在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 能够发现交通部交通部分的出现了哪些问题 好下面我们来看C段 那么C段呢 首先还是像之前一样读一下C段的第一句 说的是Having determined the main transport needs 也就是说呢 我们第一段是知道有这么一个需求需要提高 第二段呢是在实施过程中呢 发现有些问题 那C段呢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具体有哪些问题 要怎么做了 然后呢就说到了During Phase 2 在这个第二阶段呢 我们做了什么呢 From January to February 1991 A number of poachers were implemented in an effort to improve mobility and access to transport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方法来进行提高 那这里呢 比较关键的词呢 就是improvement 然后呢为了确定 我们还可以向后读一下 发现呢 后面还是在针对improvement 进行一些详细的阐释 好然后我们继续向下看 那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句 第一句说的是in addition to 那在组文章的时候 如果看到了一些关联词 上下关联词 比如in addition to 就是承接上文的词 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可能呢它跟上文是第二个观点加入进来 也有可能呢 是对前文的观点进行详细的阐述和描述 那这里in addition to的后面呢 我们就要稍微看一下 它说的是 好我们知道了 那么这些诗诗呢 他们还可以呢 在一些其他的地方进行应用 比如说mechanic workshop bars and truck services 那这样呢我们就知道 它呢是在前文的基础上呢 又补充了一些信息 好 然后呢我们向下跳读 后来我们再看到这个词叫however however呢是转折 那我们要看到逻辑关系词呢 一定要非常注意 比如说in addition to呢 这里大家在读文章的时候 就可以简化成一个加号 因为呢它是对前文的补充说明 或者增加一个信息内容 而however呢 大家就可以在文章中画一个简号 因为呢它可能是对前文的反驳 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however呢是一个转折关系 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 however后面说的是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conventional approach was that this time consideration was given to local transport needs outside the road network 好我们知道这里的简号是为什么了 因为之前呢说的都是road network 那这里呢又说的是outside the road network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呢跟前文是一个互相的转折的关系 好然后呢我们向下读 读跳读一下 可以发现呢这篇文章接下来的大部分部分呢 都是针对道路交通改善的 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呢 仍然是improve improve 提高改善 然后呢后面的文章我们再读一下的时候呢 发现没有其他具体需要提供的信息点了 那么其他的一些部分呢 大家也可以在这部分的跳读一下 看一下它的关键词是什么 文章的中心讲了什么意思 好下面我们来回到题目中 看一下应该选哪个选项 这里呢去掉我们已经选过的答案 我们心中想要定位的词呢 肯定是improvement或者improved 这一类的词 然后我们来找一下 首先是第五个选项是initial improvements inmobility and transport modes 这里呢出现了一个improvement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七个选项 也有transport improvement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district 指的是在这个区的北边的一些 交通上的提高和改进 然后呢 然后八选项说的是improvements in the railway network in the railway network 那这里呢是指的在这个rail network 轨道交通这方面的一些改进 然后后面呢倒是不相关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在这三个improvement进行选择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个improvement 针对的是不同方面的提高 这方面呢针对的是 mobility and transport modes 指的是交通模式的一个改变 这里呢指的是北区的一些交通上的改变 这里呢是轨道交通方面的 那我们不妨呢回到文章 再来仔细看一下 我们首先呢就可以看到这里呢 说的是aimprovements of the roads network 指的是道路交通方面的改变 然后呢我们要是仔细的读一下的话 就可以发现它指的是说 mechanic workshop bus and truck services 那这里呢都是不同的交通模式上的改变 接下来呢我们向后读发现 它不仅讲了road 它不仅讲了road network 也讲了all side的road network 那也是那就不是局限于 一种交通网络方式的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排除掉 之前说到的这个improvements in the road network 然后呢关于这个是否是针对北区的改变呢 我们读一篇文章发现它并没有一开始就提到 是关于这个北区的改变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这一题的答案呢 就可以用排除法 排掉这个关于北区或者rail network的答案 然后是mobility and transport modes 那这两个题我们排除掉之后 假如考试的时候还是不确定呢 我们可以把mobility和transport modes 带到原文中去再仔细查一遍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里呢它就说到了具体的improve mobility and access to transport 那可以说呢 这一句话是对这一段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 它说的是在第二阶段做了哪些事情 并且呢mobility和access to transport 在这里呢已经提到了 那么我们在向后读呢 发现它指的这个文章呢 指的是在这个交通模式 transport modes方面的改变 所以呢 这两个其实是在原文中可以找到定位的 那这样呢 我们首先通过排除法 接下来呢 通过回原文章定位的方法 可以确认我们的答案是正确的 好 那确认了答案正确之后呢 我们把这一部分选上滑掉 继续向下一段看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D段 D段呢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 首先读一下第一句 At the end of phase two 在第二部分第二阶段结束的时候呢 It was clear that the selected approaches to market transport problems had had different degrees of success 也就是说呢 在第二段的结束呢 我们发现在不同程度上呢 取得了一些小的成功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段 也就是section D这部分呢 说到了这个第三阶段的事情 第三阶段说了什么呢 From March 1991 to March 1993 Focused on the refinement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ose activities 那么这一阶段呢 更多的是出现在了refinement 改善改进这方面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这个词我们如果先看到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疑惑 太长了 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怎么办呢 这样的词是很简单的 我们的做法是先把它的后缀去掉 Lization这个词性去掉以后 我们institutional 实在不行就是institution institution这个词 大家可能还是有一些概念的 大概可能是机构制度之类的意思 那么institutionalization呢 我们可以大致猜测一下 可能呢是机构化 行政化 制度化 这样的意思 那这里呢判断到这个程度 就足够我们阅读文章了 而如果当时在考场呢 不能进行判断的同学呢 也不用紧张 我们就把这个词呢 当做一个符号 放在这里 我们就知道呢 这部分说的是refinement 和institutionalization 就足够了 因为在后面的文章中呢 我们可以通过题杆中的答案 来帮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所以呢 这也是我之前和大家说到的 阅读雅思呢 词汇量其实并不是 是最重要的 把握逻辑关系呢 才是最重要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向后读 读到了 我们向后读到这里有个however however呢 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在题目中呢 可以画一个简号 提示自己一下 说到呢是 however the improved paths impressed the inhabitants and request for assistance greatly increased soon after only a few improvements had been completed 那这一部分呢 说的是 确实有一些改善了 但这些改善呢 似乎对周围的居民也好 对周围的生活也好 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然后居民呢 需要在其他的地方呢 进行一些assistance 那么他们呢 需要政府呢 可能提供一些帮助 那这里呢 表示的是 这部分呢 改善了是改善了 但是呢 可能带来了一些影响 接下来呢 我们向后读 读的方法呢 就是看一看 有没有逻辑关键词 好 我们看一下 看到了这里 这一部分呢 并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词 但是呢 说到的是 就是针对上文说的 request for assistance 这部分呢 进行了一个具体的展开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向下读 说到了 这一部分说的是 donkeys which were imported to the district have become more common and contributes in particular to the transport of crops and goods to markets 那这一部分呢 说到的也是 我们交通改善呢 带来的各种各样 多方面的影响 然后呢 接下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重要的逻辑关系 可以帮助我们 这里说的是 meanwhile local initiatives are promoting the renting of our existing donkeys 好 我们可以看到 meanwhile 这里是一个并列的词 meanwhile之后的说的呢 是这个 promoting the renting out of the existing donkeys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其他的一些影响 除了之前说到的 我们这个donkeys 带来的影响以外呢 除了donkeys 这种交通工具之外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 然后说到呢 however however 换一个简号 that a donkey which adds twenty thousand tazania shilling costs less than bicycle is still an investment equal to an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over half a year 那这里呢 说的是 这个donkeys呢 它虽然说 还是相对廉价的 但是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呢 仍然是一个 非常高的负担 那我们在总体的这个文章 结构的上面来把握一下呢 说的仍然是交通工具 交通模式 不同的交通模式 给当地居民生活 带来的影响 以及呢 它可能具体是 体现在哪些方面 有说是不是特别贵 是不是特别实用 这些 然后呢 接后来向后读 This clearly illustrates the need for supplementary measures if one wants to assist the rural poor 也就是说呢 上文说到这些呢 很明显的表述出来了 我们需要呢 进行一些辅助的 辅助性的方法 来真正达到 帮助这个农村 贫困人口的 这个一些方法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整篇文章这一段呢 说的都是交通模式的改变 然后给当地的居民 带来了哪些影响 以及我们如果需要帮助 这些当地居民呢 应该做到哪些事情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再回到文章 已经选到的 来进行一下 排除和定位 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一个 Effects of the Initial MIRTP Meshes 说的呢 是这个MIRTP 初步实施的过程中呢 带来了哪些影响 那影响呢 就是贯穿整个 Section D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词 如果这部分不确定呢 我们还可以把 剩下的 没有选过的部分 简单的读一下 比如这个 MRTP as a Future Mode 应该不合适 然后 Main Transport Problems 那Problems呢 已经体现过了 在前文 已经体现过了 有哪些问题 所以呢 并不合适这一段 而且它这里提到的 也不是Main Transports 那这里呢 只是针对一个具体的 叫Rudal Pool 这部分 体现了一部分的问题 然后呢 接下来有一个 Preference for Motorized Vehicles 这里好像也没有体现到 这个Preference 这一部分 只是说呢 确实哪一样更便宜 哪一样更方便 这里呢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描述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Improvements 这几题呢 已经排除掉了 接下来就是Effects 是我们备选的 第十段呢 说的是 Cooperation of District Officials 那这一段呢 还没有提到 Officials官员 也是不正确的 那说的 Row of Wheelbearers and Dunkeys 确实是提到了 这个Dunkeys 和其他的一些 交通方式的一个利弊 但是这一段 是不是主要说 这两个交通工具的 断眼的角色 它的重要性呢 没有 我们整个文章呢 还是应该从总体上来把握 发现呢 它说的是带来的影响 影响是最主要的 是Effects of Initial MIRTP Meshes 那这里呢 为什么我会带领大家 把其他部分 进行一个排除呢 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D D段 那我们知道 后面还有EF 我们就做完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能够 把那个排除掉了之后呢 一方面是可以更确定答案 另一方面呢 是这个题目呢 它给剩下的选项 已经不太多了 我们如果能简单的排除一下呢 其实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不会影响大家答题的时间 好 我们来看E段 E段说的是 It would have been easy to criticize the MIRTP for using in the early phase a top-down approach 一个自上之下的方法 我们如果想要批判它的话 是很容易的 in which decisions were made by experts and officials before being handed down to communities 那么这种方法 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是先通过 专家和官员来决定的 然后呢 再具体实施到 这些居民 but 转折 It was necessary to start the process from the level of the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of the district 那这里呢 他就提出了 我们是不是需要 把这个方法进行一下转变 首先由具体针对的 这个区的 一个government official authorities 这个区的政府官员 来进行具体的实施改变呢 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 他们具体需要什么 如果是自上之下的方法呢 可能不太贴近民意 好 接下来呢 向后读 我们发现呢 说 It would have been difficult to respond to the requests of villages and other rural inhabitants without the support and understanding of district authorities 那么呢 我们就知道说 他这里讲的呢 是需要 这个回应这种需求呢 需要回应这个 villages 就是居民和 rural inhabitants 农村居民的 这些需求呢 就会变得很困难 假如我们没有这个 district authorities的支持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一部分呢 指的是一个 我们想自上之下的改变 改成了自下之上的 一部分的合作 那也就是这里提到的 cooperation of district officials 我们不应该呢 只侧重于 说的是从上到下 更多的应该是侧重于 从居民自身的需求出发 然后呢 再报告给 district officials 然后呢 再由专家来进行一些 具体化 细节化的改善 所以呢 我们这里应该强调的是 district officials 他们之间的一些合作 好 我们来看F段 F段说的呢 是 today nobody in the district argue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ed paths and inexpensive means of transport but 后面要转折了 but this is the result of dedicated work over a long period 也就是说呢 那么在今天 现在这个情况下呢 再有没有人来怀疑 我们进行道路交通改革的 一些重要性了 但是呢 这个结果呢 实际上是经过了一系列大家的努力 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达成的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向后读 读到最后一句的说的是 marketed district will act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work 那这里呢 说到的是 这个地区呢 我们已经成功的实施了 道路交通改革 我们分析了它的问题 带来的影响 以及我们应该具体如何做 这些问题 那么最后呢 说的是 它因为实施的非常成功嘛 所以可以作为未来的一个reference 作为未来的一个典范 这里呢 就可以发现是future 是它的主题词 那这里呢 在答案中 我们扫一眼就很快的看到了 第一个选项 MIRTP as a future model 是作为未来的一个典范 实际上呢 在看到这样的选项的时候呢 我们很明显的就可以知道 这个future呢 一定是用于最后的一两段的 假设呢 那一段没有 假设我们在题杆中没有看到 其他的段有一个预示未来的暗示性词呢 我们基本都可以在心里 把这一段选做最后一段的答案了 因为未来呢 肯定是要进行展望的 展望呢 肯定是在最后一段 我们最后一步的做法呢 是把我们已经选出的答案 全部带回题杆中 按照顺序 我们来读一下 首先呢 读section A 是request for improved transport in marketing 首先呢 是需要提高交通 接下来呢 说的是identifying the main transport problems 那需要提高嘛 我们就要确认 在交通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 然后C段是initial improvements in mobility and transport modes 那这里C段呢 有发现了问题以后呢 就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提高 然后D段呢 说的是 effects of the initial MRTP measures 那既然进行了初步的提高嘛 就会肯定会带来一些影响 带来影响之后呢 我们就向下 发现呢 这些影响要求我们呢 cooperation of district officials 那就要求我们呢 不仅应该自上之下的来进行提高改善 更重要的呢 是关注居民自身的利益 从下到上的来反馈 最后呢 是进行了一个展望 说的是MRTP as a future model 这里呢 就很明显 可以发现呢 我们的整个选的顺序 是符合一篇文章的逻辑发展结构的 所以也可以再次帮我们验证 我们选择的答案是正确的 好 回答完上一部分题目呢 我们来进行 建八的第二篇文章 第二篇测试的第三篇文章的分析 那这篇的分析呢 和之前一样 我就不带领大家一句一句的具体读了 还是和之前一样的方法 我们看到一篇文章的时候呢 首先应该读这一段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然后呢 注意一下文章每一段之间的逻辑关系 那这样呢 通过这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基本的判断 然后呢 初步选出我们的答案 这里呢 分别是ABC段 给大家选出来的答案 大家可以参照自己的解题 看一下是否选择正确了 那么假如呢 大家在刚刚的选择中发现 你的答案和文章 好像在初步做的时候 是有一些出入的 也没有关系 因为呢 我们在最后一步 要进行一个最关键的步骤 就是呢 把这些答案呢 进行一一的对应 然后呢 我们把它按照顺序排列起来以后呢 再从前到后的读一遍 看看我们的答案选在一起以后 是否符合一个文章的逻辑发展结构 比如27段呢 说的是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ell and feelings 说的呢 是嗅觉和感觉之间的这个关系 接下来说的是 The role of smell in personal relations 也就是说呢 嗅觉它扮演的角色 在整个人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接下来呢 说 Why our sense of smell is not appreciated 那具体呢 具体的阐述了一下 这个sense of smell 为什么没有被大家发现 那么明显的感觉到 接下来说的 The difficulties of talking about smells 也就是说 我们在具体说话的时候 首先呢 会觉得要描述 我们的嗅觉会很困难 那这里呢 就是在why的基础上呢 进行了一个具体的尝试 说到了为什么 它进行了一个原因和解答的过程 问句和解答的过程 所以呢 是很明显符合一个文章的发展结构的 接下来就说到了 Future studies 那是说到最后几段了 我们肯定要展望未来了 最后呢 说的是 The interpretation of smell as a factor in defining groups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smell呢 它可以帮助 嗅觉呢 可以帮助大家 来确定不同的组类 Factors in defining groups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篇文章从上到下 基本还是符合一个文章的 逻辑发展结构的 首先是介绍了这个 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提出了问题 进行了解答 并且对未来的一些应用 提出了一些假设和设想 好 为了保险起见呢 我们还应该把 我们没有选的两个选项看一下 说的是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ain and the nose 那这一部分呢 很明显是 第一个选项的干扰项 我们如果把这一段呢 带回A文章就可以发现 它并不是说的是 大脑和鼻子 这两个器官之间的区别 而是说的呢 这个是嗅觉和感觉之间的区别 这两个呢 因为器官就如果是区别的话 就会比较气质性的区别 而嗅觉和感觉呢 更多是概念性的区别 这篇文章呢 讨论的主要是概念性的区别 所以呢 就会选到第八个选项 而不是第四个选项 后面一个说的是 Smell is our superior sense 那这个在文章中呢 应该是一个细节上的体现 确实呢 也是正确的 但并不是某一段具体的答案 所以呢 这个呢 并不是某一段的段落大意 应该排除掉 那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 一套heading题的全部答题步骤 好的 之前的题目大家都做对了吗 我们下一讲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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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